请订阅一些挺好吃的老蝗肉 这个老蝗肉多少钱呢? 30一斤 30一斤 你给我一单一只 我回来再买半只 先给我找一只 1.1 1.1 好 我还给我搞矿泉水瓶 我要带到泥沫去 你要整个毛统吗? 不要不要不要 我在里面我回 晚上装个矿泉水瓶就行 好 我住手有多少钱呢? 25 25 鵝肠的呢? 30 30 跟老肉一样的 我这种朋友在家买的 他吃是好吃 我吃是还可以 所以我来问问吃辣 你干多少年了? 我干几十多年了? 我干几十多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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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地面干几十多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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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天没出过家老肉 20多年了 在软片吗?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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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点去 我干几十多年了 再给我来 半斤鹅肠的 订阅老鹅的原来是好吃,品质的被搞坏,都是厄统的,他这口味就搞变了 我刚讲呀,我到央州派40万元,央州这个老鹅,他正好,他品质好,他留着,每家老鹅都在留着,他贵,他40万元 这个要用两种的,就是30,40,40,000,两个,没有人要卖过的,你卖过的,也不用啊,对,要,一样的老鹅正好吃,四万元的老鹅,他正比定的老鹅好吃 烹饭,现在直接放开了,你现在不管吃吗,我管吃,你管吃吧,拉着吃的,垫着就会垫着的,好热的 对,让他来的火汤,好的,带过来,师傅也要给他,让他来 好,好,好 我不要不要放辣椒 我就回家就这样吃 你放在怎么多少钱 10块来给你拿来给他40 50 160 总共多少钱 160 160 用矿泉水瓶子再冷冻两个瓶子 我明天做高铁 啥点半就到淋没了 不需要动 就这样子 你的卤都不要倒 我那个要搞的 这是定源好吃的老油 这是鹅肠子 马上喝两杯 好 来两个 吃米饭了